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的豬仔 今天第二隻的推介是一隻Buluwa 為何豬仔會繼續介紹Devil Diver 除了一隻錶靚之外 是復古至敬款 70年代的Oceanrogrypha之外 豬仔因為慶祝7月31日 我們的中國運動員 潘展樂 我應該沒讀錯他的名字 這個19歲的年輕運動員 打破了自己的世界紀錄 同時也獲得奧運的100自由泳銀牌 所以就介紹一隻潛水錶 為慶祝這個Devil Diver 慶祝潘展樂 我相信他的感染力會感染到很多人 因為我翻查的歷史 在亞洲運動員裡 他好像是第一個游到47秒之內 他以46秒40 破了世界紀錄 同時贏了奧運的金牌 那好吧 Devil Diver 和游泳有關係 因為他是魔鬼的潛水員 而他當然是一個魔鬼的運動員 透過魔鬼式的訓練 從小時候一直訓練到現在 可以獲得這個金牌 很厲害 除了我們香港的賀斯培 我之前也恭喜過他 好了 先講一隻錶 浪費了些時間 去大家講 藍色和橙色的配搭 這個是Devil Diver 一個很漂亮的魔鬼潛水員 豬仔應該在一個多兩個月前 都介紹過一次 當時很多錶迷買不到這隻 這隻藍色的錶盤 配搭藍色橙色的指針 橙色的指針 2-tone color的Besol 同樣 他也有這個Devil Diver的特質 就是Bolowa的特質 就是用了Mineral的錶圈 其實Mineral的錶圈 比起鋁片圈 甚至乎比起不鏽鋼圈 更加有質感 但它的售價會比 Seramic圖圈更加便宜 但質感也很相近 你看到Besol很亮 黑度方面 也是做了一個很特別的黑度 就是你看到Bolowa的野光是獨有的 我真的沒見過一隻手錶 有其他品牌 有這個獨特的杯子的設計 裝著這個野光 用了一個爪箱 好像鑽石戒指爪箱 那種造工 爪著一顆夜明珠的設計 很漂亮的野光設計 再加上附身的藍寶 突顯了復古感 你看到附身的藍寶石 玻璃錶面 看看這個夜光 寶努華的logo 都是做了凸字字釘 中間有十字枕邊線 六點位置寫著666英尺 它是666英尺 即是200米的防水深度 看看它的夜光方面 夜光方面這個Devil Diver也很厲害 相當不錯的夜光 展示給大家看 哇 夜光很勁抽 除了夜光勁抽之外 它的立體程度也很高 實物現場看 夜光一粒一粒一粒 好像夜明珠一樣 有十粒一粒夜明珠 在錶盤上 因為這個不夠位置做 它只做了一點的夜光 沒有做到夜明珠 所以非常棒 錶關位置也是做了螺旋式鎖的錶關 上面也有寶努華的logo 其實在細節造工上面 比起它的mother company 星神 甚至乎比起SEICO 都做得好 因為SEICO很多時候都沒有logo 它都打回寶努華的logo 旁邊的狗牙坑打磨 很順滑的 也是非常順滑的 手感很好 配搭了藍寶石玻璃表面 再加上放大鏡 是內置放大鏡在裡面 沒有凸起的 好處就是 沒有那麼容易撞爆的放大鏡 也是做了方形放大鏡 清晰異體 白底黑字的力槍 做了銀色金屬邊框 單向色的潛水錶圈 做了120kg 非常順滑的手感 很順滑的手感 非常順滑的 錶帶方面 看看 錶帶方面 和錶殼方面 這個就屬於大size 但它大size也好 都不算很大 雖然它是44mm的錶徑 但因為它是一個 海龜的鶴形 微微彎 其實比起41mm的尺寸 我自己覺得這隻 視角上更加好 因為那隻41mm的錶徑 它的弧度沒有那麼大 幅度 幅度大一點 再有濃濃的復古味 一個70年代手錶的鶴形 非常棒的感覺 錶帶方面 也是用了這個珠帶 兩旁做了光芯 中間做了拉絲 實心鋼的珠帶 看看錶扣 錶扣 錶扣做了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上面三顆孔 兩顆眉條位 上面都有寶劉華的logo 一個Double Lock的錶扣 打開了一個入門級的機芯 用上了Milta的機芯 一個星神的機芯 Milta 821D的機芯 打開了之後 一個螺旋式鎖的底蓋 底蓋上面都有這個 寶劉華的logo 寫著了Safira Crystal 藍寶石玻璃錶面 Diver 200米的防水 中間有少許美數不足 如果能夠做到那個 音叉logo會更加好 這個還差了一點 好了 反過來給大家看 這隻Double Diver的魔鬼潛水員 很漂亮的一隻錶盤 拿上手的質感 整隻手錶 有些份量 如果之前買過豬仔的Double Diver的系列 寶努華這個系列 就知道豬仔說什麼 或者你買過寶努華的手錶 就知道豬仔說什麼 好了 嘗試量量量給大家看 重量方面是158g 至於直徑方面 就是43.7mm的標勁 尾到44mm 厚度方面就是13.8mm 厚度到46mm 雖然它是43.7mm的標勁 但為什麼豬仔說它不是那麼大隻 因為它的厚度只有46mm 而且這個弧度 這個曲線位是否做得很美 看見到嗎 好像一個層次感 這樣一層層的 由附身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到這個 Mineral的錶圈 旁邊的狗牙坑打磨 到正中間部分的錶殼 都有個弧度做得很漂亮 拋光都做得很好的 試試戴上豬仔14.8cm的手腕 戴上它的手感 很貼手 這個耳蓋位置很貼手 非常之英俊的感覺 這隻戴上豬仔14.8cm的手腕 我都不覺得很大隻 如果以潛水錶來說 我自己以後可以接受 覺得這個尺寸 橙色 橙色 藍狀橙色 橙色的指針 試試教授的時間給大家看 MUTA8系機心 向下轉動 放開了標觀 42小時的動力儲冷 放開了標觀後 向上轉動 上發條 上發條的手感 普普通通 沒什麼感覺 老實說普普通通 可以手上發條 純粹是普普通通的質感 至於如果是 踢起了標觀有停秒功能 我試試踢起了標觀 有沒有停秒 沒有停秒功能 原來沒有停秒功能 白系機心 向下轉動 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六點多鐘 換一位置 半格我們教的力儲 半格 先踢起半格 對了 半格 一格一格跳 教的力儲 一格一格 按進去 向上轉動 鎖上標觀 很好受感 大概三圈幾 才鎖上標觀 這隻是魔鬼潛水員 朱仔推薦 多少錢呢 他建議零售價 六千多元 如果你在星辰的 好像在星辰的 一些外面店 大概都是賣六千多元 當然有折 朱仔有超訊價 慶祝我們的香港運動員 中國運動員 都在游泳裏面 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好了 希望他們繼續 再下一城 這個 寶魯華的魔鬼潛水員 也是符合了 ISO的潛水標準認證 好了 朱仔推薦 多少錢呢 二千四百 二十八 二千四百 一個非常順利的價錢 二四二百 就除以六千七百元 折了三六折 三六折 那以二千多元來說 買一隻精工的turtle 的手感 就未必夠這隻寶魯華 一來他做了mineral的標圈 二來就做了一個 這麼獨特的夜光 一顆抓傷的夜光 再加上他用了 一個mineral的標圈 覆身的藍寶石玻璃 錶面 很多時候就算買星辰也好 都未必有齊那麼多東西 在一隻機械的潛水錶裡面 好了 如果你都喜歡這隻Devil Diver 趁著我們的奧運 運動節 我們的盛事 就買一隻潛水錶 獎勵一下自己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標迷 記得給個like 讚一下豬仔 豬仔需要你們支持 如果還沒訂過我的頻道的話 記得按下鈴鐺訂閱 外面天氣都很炎熱 可以帶一單一隻 這麼漂亮的潛水錶 游一下水也不錯 或者去旅行也不錯 希望你喜歡豬仔這隻推介 豬仔手上有兩隻現貨 下星期尾有多兩隻 總共四隻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你 記得給個like讚一下豬仔 心動的你 立刻行動 2428 我們下集見 拜拜